英国脱欧公投以来 英镑面临着贬值的压力 富英的外国游客对此表示欢迎 但也有些人表示担忧 我们来看路透社的报道 对于英国旅游业来说 英镑下跌是个好消息 旅行成本降低 物价相对便宜 会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据英国旅游局预计 未来六个月 英国入境游客人数将会增加6% 能够花更多时间在英国 我认为是 可能我会留下一个月多 我们可以做很多购物 因为我们转换购物 然后我们可以感觉有更多 英国并不是比资金的 跌扬 由于共产党议计划 铺子已经下跌了15% 对美元 问题是 那些弱性能够增加经济增加 它会帮助一些消购者 但他们只会成为美国的经济 有分析师认为 三个月后 不管英国是不是脱欧 是否在无协议的条件下脱欧 都会给汇率市场带来影响 尤其是在无协议脱欧的情况下 意味着英国将离开欧盟关税联盟 那么英国进口商 将会面临更高的海外进口成本 并且是在海外进口成本